大家好,又是我许刘先生,回到这个《芒向晚报》的时间 今天是2019年12月26日,星期四的晚上,即是这个boxing day的晚上 好多谢大家继续收听这个《芒向晚报》的节目 最重要是订阅我们《芒向编辑》的YouTube Channel 最重要是多谢大家的留言 因为大家的留言令到整个YouTube Channel简直是生息不少 提供了非常多的有用的资讯也好 或者一些不同的听众对于不同的事的角度也好 最重要是like这段影片,这真的需要大家多多支持 说回这个boxing day 不知道大家今年收到多少份圣诞礼物 如果没有圣诞礼物收到,希望明年努力 或者你想想送什么圣诞礼物给人也好 如果有听众收到今年收到圣诞礼物 或者你最喜欢的是什么 或者你觉得最有心思送给你的是什么 那都可以叫大家寫出来 可能留言告诉大家有些什么 你这么值得开心呢 因为人人不同的嘛 可能你有一杯烂了,别人送一杯给你 那你会觉得零食开心 有些人可能不喜欢收到杯 有些人可能不喜欢收到圣诞礼物 我最怕是收到圣诞礼物 或者是什么想架 这些是不左 这些是十大行争的头几位 最好是什么礼卷 我觉得比较败一点 有些人送杯给我 我其实都挺不喜欢 有些什么咖啡杯 有些样子很肉酸的 我那些更加恨 其实今年我也是收杯 我收到那些是用来叫做环保的杯 叫做带出去喝咖啡的时候 有支桶在上面 都挺漂亮的 我都很出乎意料之外 这个人突然送一杯给我的 因为我打算拿回东西给那个人 那个人突然说 带一份礼物给我 我有一点不好意思 我没有准备礼物给他 因为其实我打算找他拿回东西而已 没想到会有礼物收的 那我都很尴尬 可能接下来放假 请他吃一顿饭 多谢他 我也有多谢这个朋友 挺好笑的 我打算这个圣诞 是一份礼物都没有 那我都很开心 灵德突破 这个 好了 小小的自己圣诞的分享 就讲到这里 进入正题 这个ViuTV 就是讲 大家如果有留意新闻 或者一些娱乐新闻 都挺搞笑的 他们来一套新剧 叫做黑市 黑市 黑市的黑市 市场的市 其中一个单元 就叫蝶仙 蝶仙 蝶仙 大家应该都有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 那我自己小时候也有玩的 可能小时候有玩 甚至乎 上班的时候 也曾经有些同事 在上班时间吃午餐 玩的 有机会 如果有听众想听 那我可以说给大家 都 相当恐怖 有味道很恐怖 都令人挺心寒的 如果大家有兴趣听 超过 20个留言 想听 那我就 那我就说了 可能到明天为止 明天为止 明天为止 如果是的话 我明天的 望向晚报就是 讲蝶仙 许刘先生 玩蝶仙 究竟玩什么大头发 算不算 是我的问题 也跟我有关 我不敢白厌 这样搞 应该没事 好了 先讲到这里 就是这个ViuTV 这件事 就是 他们的宣传 这个叫蝶仙 这个新剧的宣传 的时候 有拍到一些学生 大致上 故事好像是说 有个 有班学生 他们有个 蛇 突然间 离世 又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有怪事出现 想着用蝶仙去 在黑板上 写蝶仙的图 然后去查一下老师 究竟为什么会 过身 然后 那些字 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你怎样做之后 好了 就被人 看蝶仙的图 竟然找到一些 heathen message 就是光复香港 和时代革命 还有X X全家 我其实很恨这句话 不可以这样 诅咒人 我都觉得 好了 这件事一爆出之后 网上就封传 这些黄尸 或者暴徒一族 当然看到我相当兴奋 觉得ViuTV是否支持我们 或者这个叫做 支持黄尸 在剧场上也忍不住 要不这样来 可以讨论警方 或者向警方 嘴咒他们 或者说社会问题 或者他们在争取什么 这个就相当好笑 ViuTV都很快速 逐出这个反应 我觉得写得挺好 可以说一下 他就说这个图 其实是由外判的第三方 即是这个剧组 提供的 即是说这个剧 是外判的 ViuTV就说 看到这个剧里面 这么适当的字句的时候 已经将有关的讯息 撒了 重新 作为这个公众媒体 他们会保持这个平台的中立性 不允许个别人士 利用他的平台 发表个人的言论 亦都说 向提供剧照的单位 保留追究权利 又是说 深感抱歉 ViuTV自己说 深感抱歉 好 再引述一下 其实这部电影 又是哪间公司拍的 我免得帮这间公司去宣传 好了 这部电影 这部电影 应该说未算是电影 这部电影 这部电影 就牵涉了 两个 叫做 编导 编剧 这两个都比较上 是知名点的 一个叫做 刘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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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是否才子,我會打個問號 你說像是危康那類,那是另一種,那些是外星人一樣,已經超越了人類極限 黃宜興出了這麼多的書,但你看它的質素是很少 黃宜興先不說 其實像ViuTV的電視台,他們都很害怕自己的台牽涉到政治 一個不幸的,如果你被政治騎劫了這個台的時候,對於他們的廣告商是很大問題 即使如果一個偏黃的電視台,那還有什麼廣告商敢下呢 以死的一個好例子,未到死的半死的好例子,就是這個商業電台 大家都知道,那個叫戚測,1月1就不用了,沒得戚沒得測了 變成網上版,數碼化,這個樂壇頒獎店是數碼化 那時候,這個戚測的男女歌手是一個相當之重要的指標 令到,當然很多樂壇的人都很想在這個戚測拿到獎 隨著時代不同了,可以作為一場革命 其實少了很多人聽這個電台,或者可能聽 網上編輯部,大家聽網上編輯部,多過聽商業電台,或者香港電台的電台節目 如果是的話,那就很感謝你 另外,為什麼要說劉翁,黃宜興那些 這些呢,叫做 高速割席 他們當然不會說自己割席,我不會支持暴徒 或者怎樣的,他們用了一個挺好笑的字眼 你看看,黃宜興呢,他就寫著說 深感遺憾 用我們今天其中一節,我們也有說到 很有趣的,現在人們開始用 懂得用這個叫做 遺憾 遺憾 比較忠誠一點 好像在網上編輯部 算是這種中男模式 都不知道你是想黃還是藍 你看到這樣是遺憾,你覺得是怎樣呢 他又不會再說下去了 另一個層面就是 黃宜興呢,這些 是好 就是以我的認知,他是都幾 要吃四方飯 都什麼都要撈 如果他那個叫做 人物那方面 以我的認知,他都 頗多 因為他被人覺得 財子 很多不同的製作單位 他都很想 找到 覺得他好像什麼都可以 百搭 怎樣怎樣 編劇 什麼舞台劇 電視劇 或者可能是出書 或者一些網劇 或者電台 或者一些專欄 覺得什麼都可以 所以叫做財子 很多人 他這些吃四方飯的 就唯有 要去 要好事,更加要小心 其實這次他拼著劉翁 這樣做 都有點 怕怕的 不過 沒辦法 老實 這個時候 做藝人也好 做製造人也好 怎樣 多數都有 這些傾向 這次 一個不幸 就中了這個 唯有 黃宜興 都幾害怕 要 高速割蓄 如果不是 他斷 他米露 那個情況 都幾害怕 所以 你看他現在 都很少 去什麼 電台 因為錢比較少 還有ViuTV 找人幫忙 拍這些劇 其實 拍出來的質素 都不錯 以我所知 他們 製作班底 也不太流行 拍這些劇 不是沒有 也有導演的製作班底 不過 拍得比較慢一點 有時候 要找製作公司幫忙 後期 可能會自己做 不知這間製作公司 為何這麼大 整股 直接寫了 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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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家 好像這些 還有 時代革命 你還要寫下去 那你 貪玩 太好玩了 你寫得太明顯了 你說問我 有沒有在電影 或者電視 見過 有人偷偷地 玩 那不是沒見過的 有一套電影 在金像獎 都拿到很多獎 這套電影 哪一套 我不說了 其中有一幕 我自己看到 會心微笑 我都認識 這套電影的製作人 他們在玩 那時還是 梁振英的年代 有一幕 會拍著 一架 FORWAN 一個FORWAN 的時候 某個很重要的角色 拿著這個FORWAN 去到某個位置 不要說了 大家知道哪一套 好 看看有沒有聽眾猜到 我猜到留言 告訴我 如果真是可以 最快可以回答那個 我私人送的獎品給他 我留個vchat給他 不 我看看如何聯絡到你 你去 總之 如果真是有人猜到我 最快猜到那個 想到哪套電影 我送的獎品給他 在那個FORWAN 那些FORWAN不是一個編號 可能這輛車叫做 123 123號 大將123號 那些 GoGoFan 多少號 那輛車 寫著 那個編號 叫做 689 梁振英的 編號 想 玩一下 但 沒有特別意思 不會像 黑市這套 玩到那麼大 玩到那麼大 就離譜了 還有 最後唯有高速 光速割蓆 就用了這個 遺憾 遺憾 現在都用得不錯 這個 因為黃二興那些都是 不敢得失 兩邊 兩邊都不敢得失 到底得失了其中一邊 如果被人覺得 其中一邊 他很自然跟著 生意 或者客人 就會 急劇 沒有了一半 或者以上 其實他現在最害怕 有一件事 就是 一些藝員 或者這些 娛樂圈的人 很怕 叫他們 快點表態 或者他們 撐還是不撐 暫時 他都算是 可以 避得到 就不用 表態 還有一句 遺憾 就叫做 可以灑開 整件事 可以再說 這些劇 再說 隱藏訊息 等等 沒辦法 很難檢查 這次 我都不知道 誰 那麼眼裡 聽眾 眼裡的觀眾 可以看到 這件事 另外 被人刪了之後 這些 叫做 網民 黃色 深黃的網民 相當之 憤怒也好 不過 都算是 算是 對於他們來說 算是 克制 他們 就知道他們 瘋了 又說要 罷了 或者可能 暫時 都沒看到 有 都算是 理性了 都算是 沒有瘋得那麼 緊要 是吧 沒有說要 什麼 刪了台 或者要 怎樣 又說 將他們那些 演員 或者 ViuTV 做事的人 完全要 割席 或者跟他們 要怎樣 洗不兩冷 暫時 都沒有 其實都算 這樣 這次 所謂的網民 叫 不是呀 應該要尊重他們的創作自由 要讓他們繼續這樣寫出來 創作自由 自由 又是這樣 又是這個 套牢 濫用了 自由 這兩個字 自由 是有限度的 如果 自由 你不可能 凌駕 詛咒 警察 或者 或者是 做一些 不正當的訊息 你透過一個節目 說一些不正當的訊息 其實是 很大問題的 例如你說什麼 時代革命 那其實 跟這個節目 或者跟這個劇 有什麼關係呢 不要 因為 這個是我創作自由 所以我 可以這樣做 或者怎樣 都是那句 這個是 面對公眾的節目 也要自己有自己的操手 不可以創作自由 就大了 其實某程度上 等於連龍牆 那些 我有自由貼 在這裡 怎樣怎樣 你沒有權 撕的 那 反過來 你有權貼 為什麼我沒有權 撕呢 是不是 你說你的私人物品 那些私人物品 貼在公眾的地方 那 是不是 為什麼我要不撕呢 或者為什麼我要 捍衛你 或者這些 你說我有自由貼 那 所謂自由 這兩個字 已經被人 濫用得很重要 例如他們在商場 之類的 就說 我自由你都逛街 這樣 令到 又說 自由 什麼自由都好 又說 什麼言論自由 又說什麼都可以 那些 你說你有言論自由 可以這樣說 如果有時候他們說警察辱罵他們 那警察可能 說這句話 那你有 那警察都可以說的 那你有自由 警察會自由 說這些說話嗎 是不是 那你說一些辱罵了人的說話 是嗎 在這個叫做 借著一套劇 發放一些 咒 詛咒警察的 說話你都可以 有些話說你的創作自由 如果倒轉 警察發放一些 或者政府 發放一些 比較上 言辭 比較 激也好 或者怎樣都好 你都 說回你們 那又行不行 又不行 是不是 那為什麼你有自由 他們又沒有呢 這個已經是 你的伸縮尺 已經是 相當之 以及你的理據 是站不住腳 好啦 那我們這一節 小小地 說到這裡 這一套劇 你問我 知不支持 或者怎樣 我想 又不關 他們兩個創作人士 就算 他們兩個創作人的 政治立場 究竟怎樣都好 電影也好 劇也好 有回他們的 可以 印象一下 是嗎 到時候好沒有看 有一件事 未必 都是那句 不要 把政治化 帶入生活 去到那麼深的層面 現在其實政治化層面 已經去到深了 例如你吃東西 都要考慮 都要考慮 眉心 怕 不要緊 好了 我們 希望 盡快回復社會的平靜 好了 這支節目 先說到這裡 好 多謝 希望大家 Boxing Day 有什麼禮物 都分享來聽 好嗎 多謝 拜拜 拜拜